2004年的夏天,超级女生仿佛一阵飓风般刮进我们的生活,那时候每天拿着手机疯狂,为我们喜爱的偶像投票,相信是很多人都干过的事,之后的超级女生改名为快乐女生。 这档节目再成就了许多人的明星梦,那同时更多的人最后还是做回了观众的身份,要说起这么多届的快乐女生。 青露走的最坎坷的一切就当说,2011这届了,七年后这些当时活力满满,志向满满的姑娘们都过得怎么样了呢? 这届的冠军段林熙,相信很多人对她的印象,还停留在那个戴着黑矿眼镜的魔骨头女孩,当年爆冷夺冠后,对她袭来的是铺天盖地的质疑。 而多年后,她也曾说过当年夺冠是她的遗憾,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在夺冠之后虽然通告多的时候几分钟就能收入50万,虽然有了名气但是却让她迷失了自己。 时间一长,当通告逐渐变少人气急剧下滑,断离气甚至都躲在家不敢出去见人。 后来,当她认清了现实,她曾回老家开过一段时间,等出租车还干过微赏。 如今的她继续当着北漂准备重新开始。 红尘作为当时的亚军人气十分高,而她最擅长的就是高音演唱。 在当时属于实力和颜值监委比赛结束后的两年,红尘确实发展得不错,不仅得了许多奖项,还开了自己的演唱会。 但两年之后,红尘在大众面前的曝光率逐渐减少,虽然之后也发行了专辑但是,一直都是反响平平,刘欣,虽然是当年的第三名但是人气却爆棚,因为超高的人气曾演唱多首电视剧电影的片尾曲,还发行了自己的迷你专辑,拿下了当年的内地销量冠军。 之后,刘欣不满足于歌唱事业又进军影视圈,作为演员身份开始先拍一些微电影和电视剧,但在15年时,刘欣的存在感急剧下降,而如今她已经基本不在唱歌,而是做起了全职的演员,这届的前三甲尚且都没有大红起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